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期的电话听的任务 玩具终结者 好的 这个任务比较简单 但是有点麻烦 然后我们先去指定的地方 再给大家慢慢的说 好了到了 这是一辆面包车 箱形车 上错了 好我们看左上角 使用遥控小车摧毁装甲车 按R引爆 这任务怎么回事呢 如果撞到载具的轮子 遥控小车就会自动引爆 如果超车范围的话 遥控小车就会自动引爆 有了这几个已知的条件 咱也应该知道这遥控小车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千万不要碰到路上其他的车就可以了 我们直抽目标车辆 然后钻到他的车底 然后当爆炸 所以这任务麻烦的点就在于不要碰到别的车辆 这是我们第二辆车 其实这任务也就那样吧 这辆小车的操控性还可以 不算太差 如果太差的话 真的这任务就有点难了 大家可以多按记 键盘上面记 可以看大地图 有缩小我们的地图 爱好第二辆搞定 第三辆 ok 任务就完成了 他因为这个流程是差不多 我不要碰到别的车就可以了 给我们一万刀 那我继续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是轰天暴地 说实话 这个任务有点麻烦 是极其的麻烦 我们先取一下他的车 和之前那个位置是一样的 好 我们上车 他会有提示 到车库去 不过要小心 这个车子受损太严重的话 就会爆炸 所以我们在路上 要谨慎的驾驶 但是这个任务的难度不在这 在于回来的途中 他是不可以碰任何一下 如果碰到的话 立即要回到修理厂 修理 而这就很烦呢 尽量的我们不要碰到啊 这里慢点 跟在他们后边 这些车辆都可以随时变道了 这点就很过分 看到了吗 他们变道 在这里一定要小心啊 他们左边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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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个王八蛋啊 有仇是不是 就想别我们 看到了吗 左边这根道是一辆车都没有 必须得迅速超过去啊 你看看看看看 都不看后视镜了啊 他们都瞎子 瞎子开车 这里啊 快快快快超过去 好嘞 哎 我们到达另做岛呢 然后就 哎 应该是东岛 回到东岛 慢点不急 没事 先让他过去啊 好嘞 慢点不急 我 别闻 어 我 去哪里 是 ",我 i can feel it i can feel it to me know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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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know i can feel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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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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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